音乐 应该是好几年前 因为我们有一堂功课是老师叫我们 你要生产自己的产品 然后就是一个功课 然后就去参加market 然后参加market就看你的东西 不能销售给顾客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在 夹要挽的时候 多少年前了 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坦位咯 一个book这样 就全班同学 然后快六礼拜 然后就卖自己的产品 推销给顾客咯 那是第一次啦 后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发现还蛮多人喜欢我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就会去research 看有没有market 然后再参加咯 然后都是蛮年轻的女生 然后他们都是会是那种很兴奋的 很开心啊 就买我的作品 然后有时候会想跟我拍照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色彩丁粉很开心哦 然后我就希望别人看了 这些影色他们的信心就很好啊 主要喜欢粉红色跟红色 还有黄色啦 比较喜欢暖色系 因为我觉得看了就很舒服 因为你很stress的时候 你心情不好 然后你看到我作品 你可能会觉得不够 他的世界很快乐 可能我也可以转念一下 其实不用活到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画的时候也很开心嘛 有时候我画的时候 哇真的可以画这样也很开心 我每次会这样子 看肚子开心了啦 其实有点自恋 我就希望我可以把我这样的感觉 这种pipiness 可以传扎给喜欢我这种别人 我觉得可以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 我觉得什么行业都可以了 只要你有兴趣 你呃 经营 然后我觉得 呃 要懂得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 还蛮重要的 真的很希望看好粉丝 是以前可以做什么 可是又很怕给自己 太过大的压力 我觉得做什么的玩家坚持到几万 坚持到几万 坚持到 不要随便就放弃了 不要遇到困难 你就放弃了 坚持很重要啦 因为我也是从大学工作 一直开始做到 现在形象上 真的变成 大小ita 很想见 这样子 那个事 得分好 我一直摆成 TCP 的 私